大家好,我是Pod,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我們今天先來看日本在海裡面亂倒東西的新聞 這是上禮拜宣布出來的,事實上也不算說多星 福島嗎? Yeah,福島 日本 announces it will dump contaminated water into sea 今天會看到一些詞,或許我們先看一下,每次我都忘記這一部 所以這當然就受到了國際譴責,譴責怎麼說呢? 希望你會,如果不會,等一下看一下 那污染的水,那我們這邊用contaminate來說 為什麼不用pollution的pollute這個字啊? 等一下我們來解釋 然後它水裡面含有那個,反正就是會有輻射的一些什麼東西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詞,那我剛剛才了解,就叫做tran 那它就是在那個水裡面含有的一個物質,它叫做tratium 好像是,等一下會看到 那雖然說日本已經努力的把這個水稀釋過了 可是當然還是國際間不太開心的,所以稀釋怎麼說呢? 等一下你會看到,那日本人當然是說 我們是有在配合法規的前提下,才把這個水倒進去 所以我們這麼做是合法的,他們總是強調的是 可是誰會開心啊?就知道說你一定會污染到 程度上的污染到海洋 即便可能只是在一個允許範圍內或之類的 那美國呢,卻稱讚這個叫做 嗯,你們這麼做透明 就是大剌剌的說我們要倒水囉 先跟你說喔,並不是沒有跟你講喔 那並不是這樣子我們就會覺得開心好嗎 那所以我一方面覺得 這件事情不可取,一方面也覺得美國這個態度 根本就是 反正你他媽的在太平洋這邊倒 等到你漂來美國這邊也不知道多久了 那所以就是反正 台北發生火災,桃園就不太需要關心的類似的一個邏輯吧 很不對喔,我覺得 你如果說今天稱讚人家透明的話 那好啊,那日本人不乾脆把這1000多桶 是不是1000桶我也忘記了 還是好幾千桶,這些有污染過的水 拿一個貨櫃載一載,然後跑到墨西關去倒算了 反正你們那邊曾經也發生過BPO有的那個spill的事件 那那邊的海洋生物也被影響到亂七八糟的 再多加一點點有輻射的水又怎麼樣 拿去墨西關倒啊,靠北,好了 不要扯那麼多,來,回來這裡,福島 所以剛剛標題念給你聽的意思是 Japan announces it'll dump contaminated water into sea 所以contaminate 剛剛跟你說過就是有污染的 就不解,不應該講不解喔 就是我們這裡就稍微說一下 contaminate 什麼意思吧 為什麼不跟pollute 為什麼不用pollute, polluted water polluted的意思是,像如果說你污染了河川 所以你把工廠裡面的廢水倒進了河川之類的 所以把水給污染掉了 那pollution多半是有那種所謂的程度上的不同 所以可能你可以倒廢水 可是不能倒太多 或者說是廢水經過的處理之類的 可能可以倒 那contaminate 的意思其實主要就是 本來一個東西是純的 那這個東西摻雜到了一些雜質而變得不純了 通常我們就用contaminate來說 所以要是今天有一瓶很純的硫酸好了 結果你不小心摻雜了一點點東西 上次的硫酸變得不純了 我正在講硫酸,硫酸是打灌籃高手的 我正好補個白痴冷笑話好了 你知道就那個 那個我在看柯文哲的那個頻道 柯文哲有一個 今晚我想來點真心話的一個 每周日會上新節目的頻道 所以我最近才發現的一個 因為他都當市長這麼久 我最近才知道他的這個YouTube裡面是有 每周日在更新 然後就是他很坦白的說一些他的一些心情 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就說他有一次在那個 我真的差點差的很誇張 但是反正我們閒聊 反正他就在那個有一次 幕僚問他說 就採訪中他就說說說說那個是 就是他有一次需要 需要走走做時裝秀 所以柯文哲穿個什麼厲害的衣服 然後還學著Model走台步 然後他就說這個凱博有幫我訓練了 凱博有幫我訓練你們走台步 然後旁邊就糾正他說不是凱博了 凱博了 凱博是你知道的經紀公司 然後就派了一個很美的Model 來訓練我走台步啦這樣 不是凱博 凱博是凱博是Cable TV 所以我看了我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個人很可愛 好anyway 回來這裡我剛講到什麼 contaminate 所以我剛說的是如果說今天有 有一瓶很純的硫酸 結果你摻雜到一點點東西 讓他變得不純了 那這個這一瓶硫酸可能就 會失去他的價值嗎 我也不知道 這個又想到 我不知道 不曉得為什麼又要插題了一下下 就想到我們以前高中的有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就白鬍子白頭髮的 很像聖誕老人 然後他就想要教同學 化學課裡面的同學 這個保持我們的很多化學融劑的純度的重要性 所以有一個女同學拿了真的一瓶那個 就是放在化學那個實驗室裡面的一瓶純的硫酸 然後他打開了蓋子弄一點 倒點出來什麼幹嘛 結果蓋子不小心掉在地上 那掉在地上他也沒想太多 簡單講就蓋回去 蓋回去然後那個老師就殺雞儆猴說 大家注意看 這個女生這樣做是不對的 因為蓋子已經污染到 他就把蓋子拔起來之後 把整瓶純的硫酸就倒進了那個 那個Sink裡面去了 然後全班重來就 你需要這樣嗎 然後那女生就快哭了 好像這一切都是他的錯 好anyway 所以 所以 那個時候我們會用到的那個詞 也就是contaminate 所以你這個很純的一瓶 很大一瓶的硫酸 沾到了外來的物質 所以我們就說他變得不純了 我們就用contaminate來說 好我們繞回來了 現在要講這個重點了 所以 所以日本的這些水 他就是contaminate water 我們不稱它為polluted 因為他也不是說 它也不是污染下 產生的 它是核電廠爆炸之後產生的 所以這個水總是就是 不乾淨 不純潔 不 不是說污染啊 ok 扯相真的夠了 來我們再看下去好了 講了半天沒講多少英文 來 environmental groups and neighbors condem plan to release more than one million tons of contaminated water in two years time 所以環保團體以及附近那些國家 所以condem就是去譴責它 所以我們這邊就寫下去 contam 譴責了它 contam這個計畫 好來釋放出 所以release就是把水排出去 超過了1 million tons 所以超過了100萬噸的 contaminated water 在兩年的時間要把它處理完 so in two years time 這個正好我在今天上課的時候有講過 所以兩年的時間我們就直接說 所以two years直接可以是用一個所有格的方式加一個一撇 所以two years year加個s 後面再加一撇 就是兩年的 然後加個time 這其實是非常正確的用法 連在履歷上都是這樣寫 所以你在履歷上說 我曾經有過三年的什麼工作經驗 你不會說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in什麼領域 這其實是不對的 你直接說 你直接說 three years s之後加個一撇 然後再加experience of 那個字就不需要了 so three years experience 然後做著什麼事或者in什麼領域 這樣才是 就已經是非常正確的用法了 好所以這個也分享一下一下 然後我們就要看這邊的內文 Japan has announced it will release more than one million tons of contaminated water from the wrecked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所以這個wrecked的意思就是 就是壞掉了 像train wreck 我們上個禮拜才講過 就是火車事故 所以shipwreck也可以是船難 所以wreck這個字就是整個爛掉 像 車發生的車禍 你當然知道是car accident 可是事實上 如果這台車整台爆銷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稱它為是一個total wreck 這樣子 wreckage就是撞壞掉的現場狀態 就是wreckage 所以這個已經總是就爆過了的這個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所以Nuclear power plant就是很能發電廠 所以把這個水dumped into the sea a decision that has angere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local fishers 所以包括中國以及當地的一些漁民們 也不喜歡他們這麼做 因為你會把漁貨都弄到也是污染嘛對不對 So official confirmation of the move Official confirmation of the move 所以官方的這個確認 行動的這個確認 which came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the nuclear disaster will deal a further blow to the fishing industry 所以這個宣佈 而這個東西來就是從 就是已經 就是核災十年後才發生 So more than a decade after the nuclear disaster 已經超過了十年 More than a decade 那這個東西會 deal a further blow 所以就是對誰造成一個大打擊 那這個造成打擊 我們就說 Deal a blow 這blow並不是 這樣子 這blow就是一拳 所以又重擊了這個 進一步的 Deal a further blow to the fishing industry 更一步的重擊的這個 呃呃 漁業 那為什麼叫做 更進一步呢 我當時在爆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不是大家就不喜歡 不敢吃北海道 還是福西馬那一帶的 還慘了嗎 雖然說我有朋友白吃還是覺得 啊有什麼好怕的還是吃這樣 那不好齁 Ok so 然後下面就繼續說到 呃 我覺得我們講一些大概重點詞就可以了 所以 我覺得他們有些外交 外交辞令值得看看就是了 所以總之 倒進了這個Pacific Ocean Pacific Ocean 就是太平洋 然後 It was the most realistic option 所以這裡說 他認為這是最實際的一個選項 realistic 以及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選項 是為了要來達到輔導的完全的恢復 所以這一步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無可避免 他用的一個詞就是 unavoidable avoid就是避免 unavoidable 無法避免 我們必須得走這一步 為了要達到 為了要 achieve Fukushima 的 recovery 所以recovery就是動詞 recovery就是名詞 所以這幾個詞我也稍微打一下好了 為了要達成他的 recovery 他們必須要這一步是 unavoidable 這樣 ok 我們再看下去 哼 大概可以看到的 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強調這個水是有處理過 有過濾啊什麼幹嘛的 所以這個處理他們就用process這個詞 所以這裡就有講到 這個 他有compile一些basic policy 所以他有些 他自己訂了一些政策 來把這個水釋放進海裡面 release the processed water into the ocean 所以processed water 所以處理過的水 好放進海裡面 所以他是有確保他要達到一個安全標準 so safety levels of the water 這樣子 然後他們有採取一些措施來避免 傷害到國家的形象 so the government takes measures so the government takes measures 所以takes measures measure這個詞 在這裡就是 有採取一些措施 to prevent reputational damage 你知道日本人都很愛面子 所以他預防reputation就是 聲明 呃 名聲對不起喔 不是聲明 聲明好像聽一個聲明稿 那一個他的名聲上的 所以來避免reputational damage 這對日本人來說或許才是 很重要的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然後再看下去 嗯 中國就說了你們這做法非常的 好非常的不 呃沒有沒有 喔我們這邊有一個要講 所以我我剛先跳到中國了 所以中國說這個做法非常的 不負責任 extremely irresponsible 那再回來這邊一下一下好 很抱歉 我剛這邊想講的就是一個 這個片語我覺得我們還蠻值得看一下 就是你知道有些官方上常會說 哈我們都有配合一些法規 我們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是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什麼什麼前提下 前提的英文怎麼說呢 就是premise premise ok 所以on the premise of strict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 所以在這個前提下 on the premise 所以我們這邊就說 on the premise of 什麼的 就是在什麼前提下 那他還強調是配合法規 所以配合用的動詞往往是 comply 所以這裡是用了名詞 the premise of strict compliance with 後面這個東西 所以on the premise of compliance with 所以在配合後面這個法規的前提下 on the premise of compliance with 具有規則的一些標準這樣子 所以他後面下一個詞字 regulate 是動詞 就是用法律規範 所以regulation就乾脆翻譯成規定規章 regulation regulate 是動詞 把它變成一個形容詞 regulatory 所以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 有這些規範上的一些標準 所以這些東西已經建立起來了 所以他們最後選擇了 海裡面放下去 Oceanic release of course it's wrong I think it's wrong 所以在他的聲明中 我們在強調 所以這個在什麼什麼的前提下 so on the premise of compliance with regulatory standards we decided or we opt to dump the water into sea Alright 好然後當然其他人不開心了 所以這邊我們就有講到 我剛剛還有西式這個字 剛剛不想跳過了 來我們這邊找 ok 所以在這裡 so work to release the diluted water will begin in about 2 years 所以在兩年的時間 所以我剛剛是有誤解的 所以他在兩年內想要開始 而且這個過程 整個過程被期待會 花十年才把它倒完 所以他所謂的這個配合法規 或許也就是我們不會把這1000桶 全部直接倒光光 可能倒一倒 然後那個海水沖一沖 然後我們散一散 然後漂到了遠洋去 我們再倒一點點 然後再散一散再倒下去 等到魚都吃完了再倒下去 然後吃完了再倒下去 所以可能是這樣子 重複的過程 然後慢慢的殺海底的死 這些生物 破壞他的這個 marine的 ecosystem 而不是一次把他們殺光光 我們用慢慢的方式 毒害他們 yeah still I don't like it 所以dilute這邊剛看到的就是稀釋 所以work to release the diluted water will begin in about two years 所以兩年內開始 兩年後開始 應該這樣說 然後整個過程 entire process expected to take decades decades 十幾年 所以幾十年齁 對不起不是十幾年 幾十年 所以will take decades cool alright 好然後 其實我對這個事情真的不夠了解 說不定他這樣子慢慢倒 倒個幾十年還真的沒事也不一定 因為我們對海底的 或者應該對海底的污染 可能遠超過日本人這樣倒 這個有廢的東西了 遠超過了 因為我們也知道污染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做 只是不好意思承認而已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美國稱讚透明的部分 所以日本 美國說了 我們要找到就是透明這個字 So the US was supportive Describing Japan'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s transparent 所以描述啊 日本這個決策的過程 所以下決策的過程 我們就叫他 Decision-making Decision-making 像我知道這個詞用久了 寫成一個字都可以 好不行嗎 為什麼覺得我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寫成一個字 好算了 Decision-making process 好就是決策過程 是透明的 所以透明這個字寫給你看 Transparent 所以政府裡面事實上 Transparency這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什麼東西 行政上都需要透明化 好了我們看到這裡 大概差不多了 這好像是我的一個口頭禪 到這裡差不多了 OK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我們明天見 再見